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电脑影像处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再次收看电脑影像处理这个课程 在第四章我们介绍相关的绘图工具 在前面讲次里头有位同学介绍 像笔刷工具 铅笔工具 还有三种的橡皮砂工具 就是一般橡皮砂工具 背景橡皮砂工具 还有魔术棒橡皮砂工具 魔术橡皮砂工具 还有另外有提到了就是油气桶工具 做填射的功能 还有一个建成工具 在建成工具里头又细分成五种 在灰土工具里头讲了这些东西之外 另外还有两类 两类也蛮重要的工具 我们将在今天为同学做说明 来介绍相关的细节之前 先为同学介绍我们的助讲老师 高婉婷 婉婷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的讲次中 所要介绍的几种工具 其实都还蛮有趣 而且操作上也蛮简单的 重点是在实际的应用上 都是非常实用的工具 所以我相信同学们一定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那么我们就请高老师 帮我们讲解今天的课程内容 刚刚提到就是说 绘度工具里头种类非常多 婉婷老师以他的经验来说的话 也说这些工具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色彩的处理上 用的机会也蛮多的 下面我们虽然今天讲了说有两类 其实这两类里头内容 它有细温者很多不同的 这个绘图工具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透过投影片 为同学介绍这两类里头 那些相关的细节 那在今天所提到的里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六节 就是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今天最重要的有两类 这两类的话 一个叫做印章工具 另外一类的话叫做修饰工具 那这两类用的机会 可能它的重要性不比前面 六节所讲的来得轻松 所以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的听讲 接着我们就看下面 首先的话在印章工具里头 印章工具里头的话 我们分成两个工具 一个称为叫做缓制印章工具 缓制缓就是模仿的缓 第二个的话 我们称为叫做图样印章工具 接着魏同学介绍 我们的缓制印章工具 它的五个操作说明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复制 指定范围内的影像或图样 到目前工作的影像上 这是我们缓制印章工具 它的什么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把指定范围内的影像 希望能够复制到 目前的工作影像上 第二个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复制影像的时候 记得要先定义好 我们的来源影像跟目的影像 也就是说我要从什么地方 复制到另外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来源影像跟目的影像 同学要先自己操作之前 先要把它确认好 第三个 第三点提到的话 就是我们的来源影像 跟目的影像 你可以是同一张的图档 同一张的影像 也可以是不同一张的影像 也就是说假这张图影像 里头的某个部分 你要复制到义 另外一张影像 或者你在假 这张影像里头 A这个部分 要复制到同样 假装影像里头 B的地方去 这都可以的 第四个 第四点的时候 就是说在复制影像的时候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的来源影像上面 设定一个参考点 这参考点的话 等一下在操作的时候 同学要特别注意 注意 然后设定好参考点之后的话 我们就在被复制的目的里头的话 影像里头 就是所谓的拖曳涂抹 就可以把这相关的参考点 附近的这个影像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目的影像里头去 最后一点 这一点的话特别要注意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一定要设定参考点 那这设定参考点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 选取了我们的 仿制印章工具之后的话 要按住ALT这个键 按住ALT这个键 然后的话 再把这个仿制工具的话 在来源影像中点选 点选看要从什么地方 要开始复制 所以这个地方 这五个部分同样留意 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 图样印章工具 那图样印章工具 它是说在影像上面 我们希望绘制出 显定七里头的影像 那应用这个图样印章工具 我们可以创造出 像地砖 我们在排地砖一样 这样整齐排列的这个影像 我们下面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图样 下面什么叫图样 所谓图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它是一个图案的 一个基本单位 那什么叫基本单位 我们在讲像公分 就是公尺的一个基本单位 所以当这些小单位的 这个图样组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形成了 一张巨大的图案 我们基本单位的说明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一个怎样 是这样一个拼图出来 那这很像一个包装纸 对不对 那像这个包装纸 这个图案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基本单位 右上角我们把它挑出来 其实它是由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图样 然后怎样 像拼磁状一样 这样拼做出一个 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什么 一个图案出来 进一步我们举例说明 比如说的话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左边这张的话 那我们选取图样印章工具 同学可以看到图样印章工具 这个图示 那选取图样印章工具 之后的时候的话 我们接着在它的属性列上面 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像同学看到的是一个属性列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图示 右边我们就看到 它的笔刷是21个像素 然后再过来看它的模式 像我们预设是正常 那废图模式 不透明度是100% 流量也是100% 然后再过来 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在它的上面 我们就选取了 我们所要废制的什么图样 现在这边图样 然后的话 勾选这个对齐这个地方 这地方我们有勾选对齐 我们看看 这样子废制出来的结果 我们接着 就在左边 就是在我们这个图上面 影像做涂抹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像一个排列整齐的 这些的图样 就把你呈现在这个地方 那有关大概就是说 这个工具 这两种工具 我们为同学做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说明 至于操作示范的部分 我们就请婉婷老师 为同学来做这方面的解说 好 印章工具组 是非常有趣 而且实用的一个工具 那接着我们就切换到 我们的电脑画面上 来为同学示范 这两种印章工具的一个使用 首先我们一样在我们的这个 左边工具箱里面呢 找到这个仿制印章工具的 这个工具组的组合 那它的图示就是一个像印章的这个图案 那一样它有个三角形 点开来同学就可以看到 这包含了一个就是仿制印章工具 第二个是所谓的图样印章工具 仿制印章工具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帮我们这个描绘 这个一模一样 仿制一模一样的这个影像 不管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画面 或者是你想要 就是换到另外一张 这个新的影像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在使用 仿制印章工具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个 要仿制的这个影像上面呢 先设定一个参考点 怎么设定参考点呢 就是在你要仿制的来源影像上面呢 要按住auto键 好 所以比方说 我现在想要在这个影像上面呢 复制这个左边的这个小男孩 那我就在这个 他的这个头的地方呢 按住auto键 那你会看到你的图示呢 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它出现这个图示的时候 你就在你的影像上面 记得要点一下 好 点好之后呢 接着你就可以在 你要这个复制的这个地方呢 去做描绘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Photoshop CS5之后呢 它在这个仿制印章工具 设定好参考点之后 你的滑鼠呢 就会出现有一个颜色 其实这个颜色就是因为 我刚刚是以这个小男孩的 这个头发的地方 去做一个这个 来源点的一个定义 所以它就会 仿制它这个黑色的地方出现 那如果你今天定义的是 其他的地方 比方说你定义的是 这个裤子的地方好了 好 那你在这边点一下 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滑鼠呢 就会变成你仿制来源的 那个来源点的那个颜色 好 所以我再重新定义一次 以头发的地方去做一个 来源点的定义 定义好之后呢 你直接在你的这个 你要放的这个目的影像上面 去做描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同学要稍微设定一下 你的笔刷大小 好 适合的笔刷大小 那就很简单的 只要在这上面做描绘 好 你可以看到你很简单的呢 就可以复制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这个小男孩的影像 出现在你的萤幕上 萤幕的这个影像上面了 好 所以这个是 仿制印章工具的一个 这个示范操作 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至于这个图样印章工具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它绘制的这个影像呢 是用我们这个设定的 这个图样的部分 好 那有关印章工具组的 这个示范就到这边 那我们在这地方一样 也稍微做一次休息 那接下来等一下再请老师 我们讲解后面的课程 刚刚提到所谓缓制印章工具 跟图样印章工具 婉婷老师为同学 在最后操作完之后呢 所做的说明 就是说其实这个 为什么它叫印章工具 同学应该有印象 有时候呢 我们要刻一个印章 那你去那边 然后他用电动的呢 这个印章的这个制作工具 来跟同学呢 做这个印 产生这个印章 你先写一个字 写完字之后的话 其他就从你所写的那张字上面呢 它那个机器就是去呢 纺制你所写的呢 就刻到什么 刻到那木头章上面去 其实是两者的管理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你首先呢 在继绑字之前一定要设定你的参考点 就从什么地方呢 我开始怎样 要开始同比例的来呢 给你做缓字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在 使用这个工具之前的话 记者 选完工具之后 要按住auto键 然后再拿来源影像那边 设定你的这个参考点 事实上你在缓字的时候 同学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刚刚婉婷老师就说 你在缓字的时候 你其实你眼睛的重点是怎样 是要注意到呢 你的这个来源影像那个部分 看哪一块来源影像哪一块部分 是你所要呢 缓字的重点是要注意到 你的来源影像 而不是注意到呢 你的目的影像 所以在做呢 这样的补充说明 那了解了刚刚提到了呢 两个的印章工具之后的话呢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 常用到的修饰工具 那这修饰工具里头呢 其中隐藏非常多的 细部的这些工具在里头 那我们大致上呢 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三小类 那我们下面呢 透过投影片 为同学介绍 这个部分修饰工具的内容 在修饰工具这里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呢 第一类 我们有三个工具 叫做模糊 锐粒化跟指尖工具 这属于同一堆的 那第二堆的话呢 我们称为叫做 加量加深和海明工具 这是属于第二类的修饰工具 至于第三类的话呢 就是提到修补笔刷 跟修补工具这个部分 那下面呢 我们就为同学介绍第一类 第一类的话 同学到目前为止 应该都晓得 在我们的工具列上面的话呢 任了一个工具 右下角 讲了一个呢 三角形的部分 那就表示 它里头还隐藏了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工具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晓得它总共呢 有这三个 第一个是呢 模糊工具 第二个是锐粒化工具 第三个是指尖工具 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 同学要注意到 工具名称 左边的图示 因为左边这个图示的话 代表你等于要在操作的时候 它所代表呢 你目前是选取哪个工具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接着我们介绍呢 使用模糊工具的这个效果 好 左边的话是圆图 也有了这个图案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选取了模糊工具之后的话 就在呢 老鹰的这个眼睛上面呢 做涂抹 那就产生什么 产生这样一个模糊的效果出来 左边同学看到眼睛很清晰 右边就得到这样一个模糊的效果 下面我们再介绍锐粒化 锐粒化这个工具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 左边还是一样是圆图 然后呢 我们使用锐粒化工具之后的话 基本上它会增加 会强化影像里头这个锐粒 所以可以看出来呢 它涂抹之后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在其次呢 我们再来看看呢 指尖效果 指尖工具来讲的话呢 左边一样是圆图 那一样呢 我们选取指尖工具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用了指尖来涂抹 那这时候呢 它会产生这种晕开的这个效果 晕开的效果 其次我们介绍第二类的修饰工具 第二类的修饰工具的话呢 就属于加量 还有呢 加深跟汗绵这三个工具 那一样呢 首先预设的话呢 是属于加量工具 那现在展开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有这三个 它左边这个图示 同学记得要弄清楚 加量跟加深 它们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呢 加量工具的使用的这个效果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加量工具 同学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这张水果盘里头呢 我针对 现在左边这是圆图 右边是我们呢 使用加量工具之后 它得到的结果 那在这个结果的话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它会产生局部变量 色彩变淡 这样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左右两边 同学可以看出呢 它之间的这个差异 涂抹之后的话呢 会产生这样一个加量的效果 在其次我们再看呢 加深工具这个部分 加深工具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一样 在影像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选取呢 左上角这块部分 这个圈圈的部分 然后的话呢 选取加深工具后 在这块领域里头的话呢 可以画出 它的这个影像会局部呢 变暗 色彩会变加深 这样一个情况 左右这样一个对照 同学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接着我们介绍呢 海绵工具 那海绵工具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先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选项列 它相关的这个选项列 选项列的话呢 第一个可以看到 海绵工具就好像 那个图示就像一块海绵 那右边来讲就是它的笔刷 表示我们现在要去 进行这样的改变的话 它的范围 每次的笔刷是30个像素 再过来的话 我们看看这边的所谓的模式 这是代表的是我们要去修饰我们影像的这个模式 它的这个效果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使用的话呢 是属于呢 去除饱和度 也就是说呢 会降低呢 我们的色彩的饱和度 为了它色彩饱和度 同学右边 刚刚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效果出来 另外呢 下面这张图 我们还是使用 记得我们现在这时候的话呢 使用的话呢 还是海绵工具哦 同学看一下 画面的左下角这边 那个图示 表示我们现在选取的 还是海绵工具 可是看上半部的这个图样 看起来的话 结果跟刚刚差别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看 它的呢 我们现在所选取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是属于饱和 饱和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增加色彩的饱和度 那刚刚我们是讲到说 是去除饱和度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两者的话呢 差异是在这个地方 那有关的海绵工具 大概就为同学呢 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呢 稍作休息一下 再请婉婷老师 为同学呢 做操作示范 好 有关这个修饰工具的这个使用呢 以及它的这个效果 我们就马上切换到 我们的Photoshop的这个操作界面 来为同学做这个示范 好 那我们以刚刚的 这个小男孩的这个例子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在 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图片上面呢 用了我们的仿制印章工具 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的这个图的影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我们画面上 基本上这两个小男孩的影像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示范一下 修饰工具呢 它怎么样让这个影像 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好 第一组的修饰工具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左边工具箱里面呢 我们找到它是一个像一个 有点类似水滴的这个图形 那一样有个三角形 点开来 它就有一个是模糊工具 第二个是锐利化工具 第三个是指尖工具 那我们的这个修饰工具呢 它的特色就是 不管你选到哪一个工具 好 在我们的属性列上面呢 有一个强度的这个设定值 这个强度的设定值呢 它的预设都是50% 就是它的这个强度 如果你希望这个效果呢 比较明显一点 就请同学把这个强度呢 调高一点 如果你希望它的效果 是一点点渐进式的 慢慢的增加的话 你就可以把强度呢 稍微调低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配合你的影像的这个效果呢 去设定你的这个笔刷大小 好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都稍微的把笔刷大小 调到150几 因为这比较符合我们目前 影像上面的这个大小 那同学在做操作的时候 也比较不费力 好 那我们现在选的是 这个模糊的这个工具 所以这时候呢 我在左边的这个小男孩的裤子上 做一个稍微的涂抹 好 你会发现 这个图形呢 好 慢慢的变模糊了 那你要它的效果越多呢 就是在上面涂抹的次数越多 它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好 那这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图形 跟右边的这个图形 明显比较起来 就有这个模糊的效果 好 那再来 我选择另外第二个是 锐利化的工具 好 锐利化的工具呢 它就可以让图形呢 变得比较锐利 明显 那一样呢 我已经把这个笔刷 稍微做过调整了 那强度的部分 我们就用预设的50% 那我们在右边的这个图形上面呢 一样去做这个涂抹的动作 好 那同学这时候 我想你们一定可以看得出效果了 右边的这个图形呢 变得非常的锐利 那相对左边呢 它就变得超级的这个模糊 好 那这是因为我们用过了 这个工具的一个特效 再来第二组的这个修饰工具呢 是这个加量跟加深工具 好 这在边修影像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加量工具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模糊工具组的右边 好 那有一个这个加量工具 加深工具 还有这个海绵工具 好 那我们一样选这个加量的工具呢 在我们的左边的小男孩上面呢 去做一个涂抹 好 那同学可以清楚地看到哦 我们左边的影像 有没有整个亮了起来呢 好 那我刚刚说过了 你涂抹的次数越多 它的这个整个影像的呈现 的这个效果呢 也会特别地明显 好 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拍了一些照片 你觉得它的亮度是不够的 同学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工具 来做一点修饰 好 那相对的这个加深工具呢 意思也是一样 好 我们点了加深工具以后呢 一样记得笔刷的大小要稍微设定 那接着呢 我们在右边的这个小男孩上面 稍微做个涂抹 好 整个颜色就变了 好 就暗了起来 所以这边这左边的图形 跟右边的图形 同学可以稍微做个比较 好 那同学在练习这几样工具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把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呢 打开来 然后用不同的工具去做一个这个涂抹 就可以看得出这几个工具的这个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 为我们讲解后面的这个工具的使用 谢谢婉婷老师 为同学所做的这个操作示范 实际上刚刚在前两类的 这个修饰工具里头的话呢 同学在处理的时候 记得一件事 就是说选取了这个相关的修饰工具之后呢 有关的选项类里头这个属性 比如说比刷的大小 或者说呢 你涂抹了这个模式 样式呢 一定要事先设定好 当然有时候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在涂抹的时候 怕呢 就是说我不要的这个区域呢 也呢 被涂抹到 也产生这个修饰的效果 所以呢 同学可以揉合我们第三章 跟同学讲的选取工具 合并起来应用 也就是说你先涉取 你要呢 打算要涂抹 要改变 要修饰的那一块区域 先用我们的涉取工具 把它呢 涉取起来 那等于是说 涉取以外的区域呢 就被保护住了 等于在呢 用修饰工具去操作的时候 万一不小心 涂抹到呢 怕周遭的部分 没关系 因为我有用到呢 涉取工具 把它涉取起来 它被保护住了 所以的话呢 就不会呢 造成一些呢 就是说防防护了 不断的这个呢 去修改 所以在协会的 某些工具之后呢 同学记得 在其他地方 其实你都可以呢 做一个综合的应用 下面呢 我们再为同学呢 介绍 最后一类的呢 修饰工具 我们一样 透过投影片 为同学介绍呢 这一类 第三类的这个修饰工具呢 事实上是我们的呢 修复笔刷跟修补工具 那在这一组里头的话呢 我们的话 主要的话 有这几项 是我们今天要跟同学 介绍的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有关于修复笔刷工具 它的这个使用 第二个我们常用到的 也是一种叫做修补工具 事实上这两种工具 是呢 不同的观念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差不多 第三种的话 我们称为叫做红眼工具 接着呢 就为大家介绍了 这三个工具的这个意义 首先的话 什么叫做修复笔刷呢 它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在保留 原有区域的颜色跟明度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改变的这个地方 这块区域的话 它的颜色跟明度呢 我们是不改变它的 我们只是把怎样 把它的这个纹理 做一个适当的改变 也就是我 从蓝眼影像你的纹理 把它缓制过来 让我们的合成效果的话呢 更加的完美 接着呢 为同学说明一下 什么是修补工具 所谓修补工具呢 叫适用于呢 比较大范围的 这个影像的修饰 首先的话呢 你先用我们第三章 所讲的选取工具 有一个叫做套索工具 用套索工具 然后用套索工具呢 去先选出呢 我们要编辑的这个区域 然后呢 再把它推到呢 我们要修补来源的 这个区域上面 那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软体的话呢 就会很快地进行 最佳化的一个呢 瑕疵的这个处理 这是属于修补工具 接着呢 我们再提到呢 所谓的红眼工具 那红眼工具 这是在CS2以前 是没有的 只是CS2以后 CS2以后的话呢 它才会新增的这个功能 让我们晓得这个软体的进步的话呢 随着时代一直在那改变 那每个新的版本来讲的话 都会有更强的这个功能出来 那这个部分是在CS2 这个软 这个版本之后 才有这个红眼工具 那这个红眼工具的话 最主要的话呢 就是要消除呢 我们因为怎样 因为呢 闪关灯 在室内或是夜间 我们在呢 照相的时候的话 常常需要闪关灯 那这个闪关灯 一开启的话呢 那照射到眼睛的时候 我们大概 将近有80%的机会的话呢 会产生这个红眼现象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有的人都觉得好恐怖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呢 我们这个红眼工具怎样 在呢 产生红眼的区域呢 按一下滑鼠 我们就可以呢 马上呢 把它做呢 清除这样的结果 那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这三个工具的一些 相关的操作的这个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就为同学呢 介绍一下修复笔刷这个工具 它的操作的这个方式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先选取呢 修复笔刷这个工具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按住ALT键 AUTO这个键的话呢 那现在怎样 我们的来源影像里头呢 按一下所谓的参考点 那这个参考点的话呢 同学应该有深刻的印象 我们刚刚在讲过的这个 反制印章工具里头 也是一样 要按住ALT键 来定义呢 它的这个参考点 好 下面我们看呢 使用修复笔刷的这个效果 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的话呢 是还没有修饰之前 还没有修饰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这张相片 可能因为保管得不是很好 所以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白点 有一些的污点 那这些基本来讲呢 在我们影像上 认为是一个瑕疵 那这个瑕疵来讲的话呢 我们使用修复笔刷工具之后呢 修复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只针对呢 这两个地方做出来 那实际的这个操作内容 等一下的话呢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请婉婷老师 为同学做这部呢 简单的一个示范操作 下面呢 我们再为同学呢 介绍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 在影像上 先挑选 哪一个地方 是我们要修复的地方 也就是哪些地方 是我的瑕疵的地方 那我先把它牵牵起来 那这牵牵的区域 就是什么叫做来源点 然后我们再把它 拖曳到怎样 要复制来源的这个区域 那接着我们看 使用修复工具的效果 左边是沿途一样 右边呢 是我们修复后的这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把刚 牵牵牵的这个区域 把他拖曳到有消失 没有消失的地方 最后就可以得到呢 右边这张没有消失的地方 就被复制到呢 也有牵牵区域的这个部分 完成我们修复的这个目的 那大概呢 红眼工具 我们刚刚已经同学 跟同学讲过了 就是在改变 它的这个红眼的现象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很快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次呢 有发生红眼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点选红眼工具之后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得到红眼 就把它消失掉了 好 那今天呢 大概就为同学呢 介绍到这个地方 再强调一遍 课后一定要上机练习 课后要上机练习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 谢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